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大家以往也听过很多关于八福 我自己也讲过很多次 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到八福 但今天我们尝试从圣经里面再一次提醒 再一次看看 这八福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今天我们讲第一福 我给了一个题目叫福至心灵 福怎么能够来到我们的心灵当中 马帝福音和修本经文五章一至十三节 在我们的认课幕上也有经文列出 耶稣看见者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算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一次我们讲到八福或者福 英文就叫Beatitudes Beatitudes这个字 是来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 Voget把新旧译译了做拉丁文的文字 去到马帝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就用了Beatty这个字 所以英文就用了Beatitude 中文译作福 为什么中文译作福呢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稍后我再分享一下 因为中国人讲到福 我自己觉得就是 比起英文 Blessings 或者有些译本译造 好像J.B. Phillips Easy Read Version 等等译作Happy 更加有意思的 因为中国人我们看福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 大家知道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有个福字 一定是吧 在门口那里倒转个福 希望取其 鞋音就是福到 希望那些福到 我们在家里 我们都很想 是一班蒙福的人 很想有福气 临到我们当中 中国人更加有五福临门 所谓五福就是那五样东西 产兽就是长命 富贵有钱 康宁就是身心健康 好德就是你的人格美名 就是你能够持悲为怀的人 还有最后善忠就是 受忠正寻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死于横和 就是都是安然的去世 英文叫做 die of natural causes 你不是遇到什么意外 横和 这个已经是三千五百年前 在津秋智岳时代 书经的时候的记载 但当发展一直发展下去 去到东汉的时候 有个朝中的官就觉得 那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五福 其实都不是很吻合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大家去农历新年去拜年的时候 那你就会说很多恭喜的说话 你去到 恭喜你长命百岁 恭喜你富贵 恭喜你身体健康 我们龙马精神 但是你不会去拜年一入门口 就是恭喜人说 恭喜你又好死 恭喜你善忠 好像不是很容易 所以他就改了 不如不要叫善忠 改了叫做 多疑多虑 就是子孙满堂 所以变成了 中国人自从那时候 子孙满堂 就是一个福气 你有多些的后代就是福气 时至今日 其实这五福 都是很多中国人的渴望 但是 也都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 未必是追求的一些福气 所以就是很主观的 你看那样东西 好像长寿 究竟是不是福气 我也曾经分享过 我爸爸80岁大寿的时候 我爸爸已经离开了世界 就是最近十年了 回到天家 我当他80大寿的时候 就是人生80 是不是 当然要庆祝一下 我和我妹妹 就和他摆了一个80寿烟 一起吃饭 那一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妹妹就 立刻开口说 她说 恭喜爸爸 长命百岁 那我爸爸呢 他也信了主 他也很风趣 他说 杂住 杂住 大吉利时 千万不要长命百岁 他说我现在80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是岩正末期 他说千万不要多熬二十年 大哥 不要这么遷就我 他说 他说早点回天家 所以 你说很长命 是不是一个好事 也都未必 那 特别 多疑多虑 是不是好事 我爸爸也常常教我 儿子 多疑多虑 多冤家 是吧 more children more enemies 你得罪人多 是吧 他说不要生那么多 不要生那么多 我爸爸那个年代 已经 我有三兄弟姊妹 到我们 我有两个女儿 他 都 常常说 就是 不一定多子女 就是福气 特别我们今天 在Bay Area 生多几个 根本断胆挑 是不是 所以 福气 其实很 就是 我们叫做 基于 我们自己的主观 或者基于周围的环境 造成 我们究竟 是不是看这些东西是福气 所以 我们要看看 究竟圣经 今天耶稣他说的 究竟圣经里面 如何说福气 我们说到八福的时候 首先 都要解释 或者叫做 定义了什么是福气 是吧 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福气 我们才可以去 喝求 或者去 争取 或者去 接受这些福气 我们可以看看 整篇的圣经 在和合本里面说到 耶稣看见很多人 于是他上了山 这个是耶稣 都不时都会去做的一件事 有些解释就是说 耶稣看到很多人 走去山上 开大型的报道会 或者陪灵会 但其实 很多的现代解经家 都告诉我们 不是的 耶稣 其实看到很多人 他们想暂时退开去 跟那些门徒分享 一些他自己的 特别的讯息 但当然 当时没有那些 畜龙小队 帮你去 拦住那些人 对不对 于是 那些人都会照跟 你记得耶稣有一次 坐船去到第二个对面岸 在加利尼海的对面岸 那些人都会照跟他 于是耶稣上山 其实就希望跟那些门徒 说关于登山补坟 一开始的时候 说八福 但是 接着很多人 就跟着聚在一起去听 所以现在 说完登山补坟之后 你看到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耶稣不会 论识他自己要分享的东西 但是 他最主要就是针对那些门徒 我想教你们 告诉你们 什么是福气 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就已经说了 虚心的人有福 就是我们 如果说登山补坟 很多的图解 但是最主要 第一个福气 是其他福气 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第一福就是 虚心的人有福 那么我们 尝试从耶稣 说这句话里面 去看看第一福 就是说到 什么福气 我们说到 赐福的源头在哪里 我们说到什么人能够蒙福 跟我们看看 就是 我们蒙福之后 应该如何做一个 祝福别人的人 我们看看 圣经怎么说 圣经就说 什么是 赐福之源 福气是怎么来的 福这个字 在原文希腊文 Macarius 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 基本上是形容两种人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用这个字 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因为 第一种 这个解释 是形容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仙 大家知道 希腊的神话 有很多神仙 有宙斯 有阿波罗 有很多不同的神 香港有一个 有一个 朱古力广告 就是说 天上的神 连那种朱古力都喜欢吃 因为 他满天都是神的 这个字 Macarius 其实就是形容 神仙 那种境界 如果你是神仙的话 你就有蒙福 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到 一些极度有钱的人 有钱很重要 有钱到 你好像神仙一样 过活 用这个字 这种人 就是一种蒙福的人 Macarius 就是极度有钱的人 那你想想想 就是 当时耶稣 面对那些门徒 和 圍在一起听的那些 普罗大众 他们全部 大部分 都不是有钱的人 当然 可能有一小部分 是有钱的人 但是 绝大部分 都是草根階层的人士 都是一些贫穷的人 所以耶稣用这个字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很震撼的一个字 为什么耶稣会 说到有福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那就是说 不关我事 有福的人就是神仙 就是有钱人 我又不是神仙 我又不是有钱人 那为什么耶稣 向我们说 是否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得着 这个福气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耶稣 会用这个字 来 形容 福气呢 中文也很好 很多时候 中文译 圣经很难译的 但是 我觉得中文这个福字 很有意思 因为 英文 有些译本 Macarius 不是译做 Blessed 即是一个福 而是 译做 Happy 快乐 就是 好像J.B.Phillips 或者Everyday Easy Read Version 他们译做Happy Happy 就不能够解释到这个字 因为Happy 是 来自 英文的愿文 一字就是Hap Hap 就是Happening 就是你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 你周围的环境 是怎样呢 是主宰着你 Happy 你一会儿 去吃饭喝茶 找到位 一去到立即有位 Happy 立即开心 是不是 是不是 接着坐下来 你喜欢吃的虾狗 立即在你面前推过 是不是 你立即叫到 又Happy 是不是 因为环境的影响 令你Happy 是不是 接着抓索的时候 很贵 立即不Happy 因为 你的环境 引致你不Happy Happy 不能够解释到Macarius 这个字 因为Happy 是受环境的影响 Happy 也不能够 純粹是你自己主观 那不是客观 我主观 有些人说 我主观觉得Happy 就是Happy 我Like 就是Happy 我不Like 就是Happy 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但中国人译 这个字 有福了 这个福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人造字的一个智慧 我不是什么中国人的文字专家 但我都是纯粹从看书 网上的资料 究竟福字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一人一口田便是福 一人有田加便是福 不是的 这个福字呢 它造字 如果你留意 就是福字 左手边的是什么部手 你还会明白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福字的部手 不是从金字边 不是钱 不是有钱便是福气 不是从人字边 不是从人来得到福气 更加不是狗爪边 你有狗 你有猫 你有牛 你有羊 就有福气 福字 如果你懂中文字的就是 士字部 士字部就是神字部 就是古代的人 当他去到神面前 是跟神有关的福气 不是跟人 不是跟金钱有关 是跟上帝有关 是昔日 人来到上帝面前 献上那壶的酒 作为献祭给上帝一个举动 这个就是福气 为什么有福气呢 就是当你 当时是农业社会 是吧 当你有修成 无论是麦也好 大麦小麦 或者是米 或者是菩提子 当你有修成 解决了你温饱 而这些剩下来的农产品的修成 你能够去处理它 即是你吃都吃不完 你要处理它 如何处理 就是要让走 是吧 你能够让走 然后将这些酒 一程的酒 献上上帝的面前 去感谢上帝 告诉上帝自己 我多谢你上帝 因为你赐给我 有丰盛 这个 就是福气 等着福气 不是自己想 你有福就有福 福气不是周围环境 令到你有福 福气 是必须由上帝赐给你 你是否一个有福的人 就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礼物 上帝就是赐福的源头 因为福是必定是赐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可以交换到 不是你存多少钱 不是你有多长命 不是你有多少子女 就代表你有福气 福气是从上帝而来 好像诗篇15篇13节讲 范经威尔说的 不论大小 你年纪大小 社会地位大小 你的银行存款大小 不论什么人都好 只要你是敬威尔说 你就是能够蒙上帝赐福给你 看看诗篇怎么说 敬威尔说 什么叫敬威尔说 有很多的解释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其中一个牧者 他分享的就是 当神有道 是不是 你当神有道 就是一个福气的开始 那是开始而已 是不是 上帝愿以赐福给那些 能够当上帝有道的人 你在这里崇拜 你当上帝有道 你离开这座建筑物 开车 在路上的时候 特别有人咬你 你当上帝有道 你回到家关门 你当上帝有道 你开车的电脑 上网的时候 你当上帝有道 你填IRS的报税的 那一局的表格 你当上帝有道 等一会 只要你愿意当上帝有道 耶稣基督说 上帝就愿意 亦都乐意赐福给你 这个就是 我们得着福气的源头 得着福气 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上帝 亲自的赐福 那什么人是蒙福呢 所以第一件事 亦是一个基础 我都说八福的基础 耶稣就说 有一种人 他是有福的 是哪种人呢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 这个就是我们蒙福的条件 什么叫虚心的人呢 有和合本 你知道中文圣经 有超过五十五个不同的版本 有一些很少用 多数用到十几个版本 大部分的版本 都不是译造虚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和合本百多年前 那些学者译造虚心 但是你看一下 大部分的译本 和修本 新汉语 新译本 《环球圣经》 《吕镇宗》 《当代译本》 《善灵》 他们都译造 心灵贫穷 心灵贫穷 言中和中读译本 更加是 容易地理解 就是承认自己是 贫乏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知道自己心灵上 有需求的人有福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原意的确就是 这一个的意思 但是原文这个字 tokos这个字 你知一个字 你知 八福其实是一个宣告 在原文 希腊文 八福是没有 受词的 即是说 一开口的时候 耶稣就说 Macarius 接着就是 虚心的人 Macarius 清心的人 Macarius 威尔受迫伯的人 Macarius 这个是追求和平的人 这些全部都是 一个Macarius 接着就是 那个的 词 根本是没有任何受词 或者动词的 这是一个耶稣的宣告 告诉我们 贫穷 tokos 的意思就是 穷 穷得很重要 希腊文 跟英文和中文不同 希腊文是一个很精准的 语言 所以那时候 读希腊文 很辛苦 因为 你要懂得 那个字究竟是 说些什么 英文就是 没有钱就是poor poor 中文就是 酷 就是 这个 poor的意思 但是 希腊文 有两个 基本上有两个 很尝试用的字 来解释 什么叫酷 第一个字叫Panese Panese 就是 那些我们叫做 就是普遍的 不是那么有钱的人 的穷人 什么叫做穷人 就像你跟我一样 好了 月头出了粮 出了粮 拿一份薪 存在银行 接着 供车也没了一部分 供楼也没了一部分 子女读书也没了一部分 去Greak America也没了一部分 接着看电影也没了一部分 接着呢 家里也没了一部分 总之呢 去到月尾的时候呢 就清袋 你银行就没有存款 基本上 银行只有零头 但你也不是生存不到的 是吧 你也有衣有食 但是呢 没有钱剩 清袋 这个就是你跟我了 今天在Bay Area 清袋 那这个就是 穷的意思 如果用那个意思 我们那个也穷 但是呢 耶稣不是用Panese的字 耶稣用的字叫Tokos 什么叫Tokos呢 用广东话 最能够形容 穷到 连找个仙刮沙都没有 是吧 就是你找个蠔子 刮沙都没有 或者穷到孔 什么叫穷到孔呢 这个字就是耶稣用来形容 有一个穷人叫拉撒路 走到一个很有钱的财主门口 土饭吃 他没有衣服穷 穷到连衣服都没有 他去到求的 是叫财主的那些仆人给一些 碎渣的那些厨 那些厨 食剩的那些东西 去给他吃 是穷到这样啊 耶稣 为什么特别用这个字 耶稣说你 当你穷到孔的时候 你是有福了 大家明白耶稣不是说 有没有钱 那个穷 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 你灵里面 穷到孔的人 就是有福了 耶稣有什么意思啊 顶着我们 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觉得自己很棒 我们不需要上帝 你未信主的 或者信了主的 我们都觉得 我们什么都行 我们自己搞定 我们可以自己搞定 我们什么需要上帝 我们不需要上帝 但是耶稣说 不管你是什么的人 无论大小 你是什么人 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你告诉上帝知道 父亲 我需要你 我不行啊 我需要你 家里教养子女 父亲我不行 我需要你 家里的经济 幸好我们喝喝有食 但是主 其实我是不行 我需要你 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爸爸 我需要你 就是这种的人 这种心态的人 我们才能够 在上帝面前 无福 所以为什么耶稣 说我们要回复小孩子的样式呢 是吧 就是 为什么要回复小孩子的样式呢 小孩子 那些膝头 是吧 又毛脂 是吧 又还皮 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回复小孩子的样式呢 不是嘛 耶稣说的 要回复小孩子的样式呢 就是我们回复小孩子 那种的心态 就是当 他不行的时候 他会来到爸爸面前 说 爸爸 我需要你 好像我 还在回忆我那两个女儿 小时候 我现在两个女儿 我们说一个二十三一个十九 是不是 但是小时候呢 当他不懂得做算术的时候 他说 爸爸 你帮我走 我需要你 当他拿不到那罐朱古力的时候 在櫃顶拿不到的 爸爸可不可以拿朱古力给我 我需要你 当搞到厕所 粒粒乱 骚髒骚的时候 他说 爸爸 可不可以帮我 我需要你 是不是 今天 今时不同的某日 是不是 今天就是走到他的房子 我不用你 出口 不需要你 是吧 麻烦你出去 是不是 但是回复小孩子 这样式就是 喂 小小的时候 当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说 爸爸 我需要你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耶稣讲的那个例子 一个法利塞人 他又有奉献 又有敬拜 又有献祭 又有做善事 什么好事都做 因为跟上帝说 我什么都做得好 我不像那个碎利 这个罪人 然后那个碎利来到上帝面前 远远的 他不敢走到圣殿里面 远远的 他说 上帝 你施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 你觉得 哪个祈祷上帝 越纳多些 两个都听到的 上帝 是不是那个做善事 做得多些 那个人 他没有犯过罪 是不是 做足所有的宗教活动 是上帝喜悦那个人 是上帝喜悦这个 最大恶极的罪人 不是因为上帝喜欢罪 是上帝喜欢 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说 上帝 其实我是一个软弱 无助的罪人 我需要你救赎 我需要你救恩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仰 必须要有的态度 不是你有多职 不是你有多诚 你告诉上帝知道 爸爸 我需要你 所以为什么 现代中文译本译做 承认自己 灵类贫乏的人 就是有福 如果你要做一个 蒙福的人 弟兄姊妹 基本的条件 我们就有七福 遲点我们同工 跟大家分享 但是 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 你能够来到 爸爸面前 告诉爸爸 爸爸 我不碰 我需要你 自古以来 多少君王 多少个科学家 多少个教授 多少个目者 宣教士 多少个伟人 都是因为这件事 能够蒙上帝的福气 上帝 赐福给我们 是否叫我们享受 当中的福气 那么简单呢 当然不是 第三件事 就是 你要学习 如何祝福 可以心的人 可以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 是他们的 我们今天 在座当中 每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已经进入 天国的里面 但是 来到天国当中 我们不单止 能够幸福地 蒙福地 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亦都需要有 天国的责任 弟兄姊妹 进入一个国家 也是 你成为美国的公民 当然 没有强迫性 不止一些西欧国家 或者澳洲 你强迫 你一定要投票 你来到美国 你有享受权利 你都有义务 你有责任 你要投票 你要投入这个国家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都要一起去 帮助建立这个国家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当然 有些人来到美国 做了公民之后 享受当中的权利算数 我不去做任何的事 当然 不会因为这样 赶你离开这个国家 同样地 天国 我们进入天国之后 但上帝给我们 一个责任 一个使命 就是要把我们蒙的福气 散发开去 天国好做什么呢 一棵 芥菜种的种子 拿去栽在田里面 耶稣这么说 在最小的大长起来 被各样菜都大 并且成了树 成了树之后 是不是自己大树遮阴就好了 不是 耶稣说 天上的飞鸟来到 催缩在他的肢子上面 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福气 我们看看 这个阿伯蘭接受 上帝耶和华的赐福 他说 你必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到你 叫你名为大华 又大国 又大明 是不是自己的享受呢 不是 不是 是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等着我们的大使命 豈不是都是这样 我不多读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上帝叫我们领受这个救恩 不是单止享受这个救恩 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更加要帮助别人 同样地和我们一样 能够敬畏上帝 能够告诉爸爸知道 爸爸我需要你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在人生里面 其实 有很多东西是 我们可以免费去享用 救恩是免费的 你今天来崇拜 可以一个仙子都不用出 离开这里是免费的 我们的儿童事工 离开在子女当中 是免费的 弟兄姐妹 实际上是否真的免费 我经常都说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饮餐 是你不需要 给任何的代价 你白白去享受这些东西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 是免费的 是因为有人帮你给了 救恩是免费的 是因为 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用重价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去买熟我们 回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 给任何的东西 可以免费享受 这个救恩 这个堂所 是白白 我们可以享受当中 但因为很多弟兄姐妹 她们愿意忠心的 在今次上奉献 去支持 我们才可以 这么安定 在当中 去享受这个崇拜 很多我们今天 在享受的 服务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 她们愿意奉献 牺牲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精神 好像我们儿童那班 的侍奉人员一样 他们愿意 摆上他们自己 所以有一件事 弟兄姐妹 耶稣想我们去学习 做一个天国子民 不是坐在那儿 蒙福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要 愿意去分享 愿意去给 G-I-V-E 愿意去给 有个牧师我有什么 可以给 很简单 你有你的救恩 可以和别人去分享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就是一个 这么简单的东西 还有你生命里面 经历上帝的 很多生命的见证 你都可以和别人去分享 你有的物质上的东西 你可以和别人去分享 上帝给你的时间 给你的恩赐 你可以和别人去分享 顶战会 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 他的分享 很多宣教士的分享 招牧师和招师母 二十年前 开拓 会点的时候 他们愿意付出的分享 过去的二十年来 上帝如何 带领Cross One 是很多顶战会 白白的分享 无私的分享 我们今天才能够 有今天 我希望今天我们去思想一下 你能够今天 坐在那里享受这个救恩 能够白白有 你现在有的东西 你说不是啊 我靠自己努力 赚到很多的钱 我自己 靠着自己做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 哪个 白白赐给你 你的健康 你的财干 你的恩赐 我们不仅需要多谢上帝 我们也需要多谢 过去历史里面 诉讼我们的人 所以今天 鼎子妹 我很想藉着这首歌 接下来有一首影片的歌 作为一个 我带给大家的 一个结束的祷告 这首歌是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 诗歌的作者 希望我们学习去 去围着 过去在生命里面 为我们付出过的人 去多谢上帝 我不知是谁 但我希望你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记得起 过去有什么人 是曾经为你付出过 而 我的盼望就是 You do likewise 你照样去做 这群人不需要你报答他 这十字架上的耶稣 不是要你报答他 是要你跟着学校去做 寿主帮助我们 学习了一个感恩的人 学习了一个愿意 私语付出的人 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冯永谦 香港的歌手 加拿大籍的人 所以他唱的英文 都是没有什么accent 我们看看这首歌 叫做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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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And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An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An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And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And sacrifices made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 And I know And I know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Thank you I am so glad you gave An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O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Oh, yeah I am so glad you g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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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